他住這裡 我們進來找他 跟他講狀況 執行署人員 來到陳姓女子的戶籍地 沒找到本人 只碰到他的哥哥 你妹妹之前沒有房子 但是在12月初的時候 拿到這個房子 他就要求我們要查通 陳姓女子的哥哥好傻眼 一問之下才發現 他的妹妹從2016年開始 就積欠路邊停車 通行跟違規的費用 到了2018年的12月 又因為酒駕據冊 被開罰10萬2000元 前後累積近300比供 26萬元的欠款 執行署多次吹缴 他只缴了1萬多元 其他都擺爛 直到最近執行署發現 陳姓女子繼承了 媽媽的房子 並打算過戶 搶先把房子查封 一聽到房子可能被查封拍賣 陳姓女子這才甘願 火速把欠款結清 他才發現他原本要過戶 給他女兒的不動產 被我們查封 所以他才趕快緊急的 把26萬元一次繳清 有價據冊 路邊停車費違規罰境 通通不繳 陳姓女子以為可以 永久耍無賴 最後聽到房子會被查封拍賣 自知無法逃避 才火速繳清欠款 為自己的行為買單 界台中綜合報導 平安 幾乎 雙倫 五人 牧師 五人